因为据这个汤若旺说呀 顺治皇帝弥留之际 曾经呢想过要把自己的皇位传给他的堂兄 安亲王爱心觉罗月乐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咱们的书馆 从今天开始 咱们就要讲啊这个康熙皇帝和他的皇祖母 孝庄文皇后的故事 不过到了康熙年呢 在他的尊号皇太后的前边又加了一个字 尊为太皇太后 那么这会儿啊 这康熙皇帝在皇宫里的女性长辈 可就不止一人了 首先呢 就是这位皇祖母昭圣太皇太后 还有一位啊 就是顺治皇帝的正宫皇后 就是那个 布尔吉吉特阿勒坦奇奇格 后来的孝慧张皇后 现在呢 您别看呀 她依然是年纪轻轻 她也是皇帝的妈妈了 并且她是康熙皇帝的嫡母 所以说就在康熙元年的十月初三日 正式被尊封为仁县皇太后 还有一位啊 就是康熙爷的生母 那位童家是娘娘了 这位娘娘入宫以后 并不是十分受这个顺治皇帝的待见 虽然这位娘娘在后宫当中啊 算是给顺治皇帝呀 诞下一子 就是这个玄业呀 后来的康熙大帝 但是顺治皇帝驾崩以前 娘娘做梦可能也没想到过 她的儿子能成为大清帝国的皇位继承人 因为这康熙皇帝 他上边有哥哥呢 就是那个玉亲王福泉 后来的亲命福远大将军 这一下子不要紧呢 崩登仓 自己的儿子一下子成了这大清帝国的主宰 万万人之上的皇帝老爷子 自己呢 自然就母平子贵 一下子成为了这帝国的皇太后 也在康熙元年的十月 被康熙皇帝上徽号 尊称为慈和皇太后 康熙皇帝登基以后 在紫禁城的后宫当中 皇帝女性的长辈的基本情况就是这些 咱们不能跑题 咱们这段书呢 主要聊的还是 这康熙皇帝和他的皇祖母 效忠文皇后的故事 这招盛皇太后啊 他觉得现在自己身上的担子呀 更重了 现在是大清国遇到最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这皇帝年纪又小 尚在充灵 难免会出现主佑国仪的情况 顺治皇帝从染上天花到驾崩啊 时间实在是太快了 所以说呀 基本上也没能留下什么政治烟 有人说不对吧 这梦不了人啊 这顺治皇帝死的时候啊 留下过一篇洋洋洒洒的遗诏 而且呀这里边还有十四条罪集罩 这封遗诏现在您在网上能搜到 您读一遍您就能知道这遗诏是谁写的了 这大清国皇帝留下的遗诏啊 我也知道几份 其中啊最不贴谱的呢 就有两份 一份啊就是康熙皇帝的遗诏 这康熙皇帝的遗诏啊 明显就是雍正皇帝指示人起草的 不过呢这里边啊还能读出来 无论是谁起草的 围绕的还是康熙皇帝的意思 您再瞧瞧这顺治皇帝这篇遗诏 那完全就是围绕着孝中文皇后 他的意思所起草的 您看罪集罩您就能看得出来 您现在罪集罩里边说呀 什么对这个王公贝勒赵姑不周啊 过于听信汉臣的意见 重用了汉臣疏远了满官呢 什么这个自己对董沃飞啊 实在是太好了 董沃飞去世的时候 一仗过于的这个庞大 过于铺张浪费了 说什么呀 自己重用太监 使这个功为舞弊 这些肯定不是顺治皇帝的意思 并且呢有的呢 即便是错了 他也不会承认 咱们不用竹条分析 咱们呀 大给齐的掰着掰着 就先说 冷卧了宗室和满洲贵气吧 这顺治初年的时候 大清刚刚入关定定中原 这满洲贵气和宗室王公们啊 自是功绩过高 那可以说是专横跋扈 眼里没谁了 这顺治皇帝好不容易等到了机会 这多尔滚呢 早早的磕死了 这帮王公贵宙宗室们啊 没有这多尔滚摄政王撑腰 所以说呀 也就慌不起来了 顺治皇帝才能就此机会 夺得了对帝国的实际控制权 这来之不易呀 这明明是自己的一大功绩 怎么能写在罪己诏里呢 这很明显嘛 这是昭圣皇太后啊 看见自己孙子尚在充灵 年纪又小 不能主掌国事 怕这些宗室贵族 功勋大臣 欺负自己家的孩子 所以才有意这么说 其实是为了拉拢他们 他们谁都能听得出来 这孝宪皇后啊 也就是董乐飞 那是皇帝的挚爱 给他办丧礼啊 多花了点钱 这皇帝能放心上吗 这皇帝能把这事 再拿出来说说吗 不能 那为什么不疼不痒的 要说这么几句呢 那完全是为了要安抚后宫 让其他的外戚听了呀 哎 眼里头有盘 还得一心一意的辅佐这大清朝廷 咱们再说太监这事 这顺治皇帝重用太监 那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朝政呢 被都尔滚把持着 都尔滚死后啊 这功勋贵族们继续燃指朝政 当然了 这谁也不愿意把权力轻易交出来 不是 和明朝这宦官专权最初的状态是一样的 皇帝不能信任其他的人 就只有信任自己身边的太监 顺治皇帝是怎么得上的天花的呀 那还不是因为去广群门内的闽中寺 也就是现在的法园寺 去观替自己出家的大太监吴良府的替度礼 所以说这前一天啊 您还让人家替自个儿出家 去观人家的梯度礼呢 这转过天来 您就指着和尚骂贼徒 这有点不符合常理这个 接下来呢 咱们再说说这遗诏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这部分呢 它交代了两件事 顺治遗诏所在 太祖太宗 创垂基业 所观至重 原良楚色不可久虚 镇子玄业 同是非所生也年八岁 其逆影会 刻成宗挑 自立为皇太子 继尊典至持佛二十七日 誓服继皇帝位 特命内大臣索尼 苏克萨哈厄比龙敖拜为俯臣 一等 借勋救众臣 朕以俯心寄托 其免天中尽 宝义中立 左立政务 不告中外 闲使文之 这段遗诏啊 若是让普通人看来 那全是疑问 首先的疑问呢 就是 为什么一定要选定这年纪小 只有八岁的玄业来继承皇位呢 这必定啊 在皇子当中 他有比玄业年纪大的 当然是立长不立幼了 后来的玉亲王 就是扶权呢 他就比这玄业大一岁 也是顺治皇帝的儿子 这里边的缘由啊 您去查这个汤肉汪赚钱 这杨乐道啊 他在他的书里啊 倒是这么说的 他说呀 他曾经指点过顺治和孝庄文皇后 也就是当时的昭圣皇太后 他给出的建议也是这样的 他说若立皇储啊 应该立这个皇三子玄业 因为这个玄业也已经出过道了 就是说呀 这玄业他得过天花了 得过天花了 身体里自然就会产生抗体 这么一来呢 这个人呢 他一生就再也不会得天花 所以说立皇三子玄业呀 那更为保险一点 很显然这顺治皇帝和昭圣皇太后 采纳了汤若旺的意见 这样才策立了玄业为大清国的皇位继承人 这遗照中啊 第二件奇怪的事情 就是他给这个自己年幼的接班人 找了四位辅政大臣 这四位辅政大臣啊 分别是索尼 苏克萨哈 厄比龙和欧拜 这很出乎人的意料啊 因为这四位辅政大臣呢 均不是宗使 也就是说他们呀 都不是爱心角落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这昭圣皇太后 对清初的宗使专权呢 还是心有余悸的 这应该是这昭圣皇太后 怕日后惹来麻烦 不应该完全是顺治皇帝的意思 因为据这个汤若旺说呀 顺治皇帝弥留之际 曾经呢 想过要把自己的皇位 传给他的堂兄 安亲王 爱心角落月乐 在他心里啊 一是跟这个月乐感情啊 很深 二呢 他认为月乐呀 是个很有能为的人 当然了 这孝庄文皇后 和这满朝文武啊 极力反对 那孝庄皇后肯定啊 是想把这个皇权 留在自己一支 这满朝文武呢 自然更知道 这一朝天子一朝臣 有了月乐呀 那就没了我们 从这一点上看呢 选定这四位为辅政大臣 其中并没有宗史贵族 这不一定全是这大型皇帝顺治 在弥留之际的意思 了解其中内情的人呢 拿过这四人名单来一看 就知道 哦 这四个人呢 他确实是这大清朝的人精 人尖子 可是啊 一看也知道这四个人呢 他根本就尿不到一个狐狸去 并且啊 这里边的原因还不止一个 这四位啊 无疑都算得上是功勋贵族 但是功勋最大的肯定不是首辅索尼 如果要是细算起来呀 这索尼应该算是这大清国初期的新贵 他是靠着一身的学识和政治见解 做到今天这个位置上的 也就是说 在这四人当中的索尼啊 完全可以称之为政治家 那其他人呢 傲拜就自不用说了 拖起小罐来呀 身上的伤疤 这恨不得呀 比蛤蟆眼还多 这满清巴特鲁的名号 他不是虚名啊 那是实打实的 这恶比龙跟苏格萨哈也是啊 不但功勋卓著啊 和皇室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两个人啊 都是这爱心觉罗的外甥 和这爱心觉罗家族啊 有紧密的联系 索尼 恶比龙 敖拜呀 是上三级 那都属于是皇上家的亲奴才 只有这苏格萨哈呢 是整白级 这里边他也有矛盾 当年啊 这整白旗的旗主啊 是多儿滚 把这上三旗的好地呢 都换给了两白旗 这里边的矛盾呢 从后来的敖拜换地上 您就能看得出来 但是呢 这三位功勋贵族 又都不太看得起 这大学士索尼 他们认为这大学士嘛 政客 那无非就是卖弄卖弄 小聪明 耍着嘴皮子而已 和他们这个一身伤疤的功勋贵族啊 应该都不在一个凳次上 您看了吗 这四位辅政大臣呢 互相依附 还要互相牵制 互相还都看不起 所以说呀 在这佣人方面 您就能看得出来 这昭圣皇太后 的确是一名合格的女政之家 从这遗照上 您就能读得出来 这孝庄文皇后 也就是昭圣皇太后啊 替她的孙子玄业 奠定好了坐江山的基础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得麻烦您 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要是来个一键三连呢 我是更高兴 明天的书还是挺热闹的 明天咱们要说说 这坊间传说中 康熙皇帝和他的皇祖母 孝庄文皇后之间的矛盾 并且这上三旗换了两白旗的好地 这康熙皇帝才要至秦 敖拜